7日,瑞士国防、民防和体育部长维奥拉·阿姆赫德、奥地利国防部长克劳蒂亚·坦纳与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·皮斯·托里乌斯在瑞士博尔尼签署调解备忘录,同意瑞士奥地利加入欧洲天空之盾倡议。 瑞士·奥地利不是北约成员国,长期在军事等领域持中立立场,此举被质疑违背中立立场。瑞士和奥地利方面称,将自主决定参与程度,不参加或卷入国际军事冲突。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,德国提出欧洲天空之盾倡议,旨在增强北约欧洲成员国的防空能力,通过联合采购装备来创建欧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系统,尤其是在缺乏拦截无人机和导弹能力的地区。 迄今,已有德国、英国、瑞典等17个欧洲国家加入该项目,将联合采购短程、中程和远程导弹防御系统,包括德制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,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,以及以色列舰三系统。 法国方面多次对该项目表示不满,批评其过于依赖欧洲以外地区制造的武器系统。